观众带领关心的是发生在新北市的这一起窃案 可以看到一名男子他带着安全帽缓缓地走向一辆机车 而且呢就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就把他偷走 发现呢 情况发现他并不是车主是偷车贼 而且他这次呢 偷车地点就在一间洗车厂 情况调查说这名小偷呢 他当时是来这边上班第一天的正姓男子 竟然是趁着店内没有人注意的时候 就偷走同事的哄牌大众机 而且呢 偷走之后竟然呢是还从新北市永和 一路骑车到这个北夷公路来去兜风 而警方接受报案不到两个小时 是利用教育监视影像一切注意的方式呢 就在新北市与宜兰的交界 将这辆机车就证明男子给拦下来 将他依照怯道罪来送办 而先方调查他会偷走这个同事的机车 一次是看到这辆红牌重机 当时这个钥匙是没有拔下来的 而且四下也没有人看到他 所以呢 就随起了犯案 而警方是对比监视影像 认定就是这名23岁的新境员工 夸张的是他偷走之后呢 还一路骑上了北夷公路 而且呢 还在这个途中是变装换衣服 这回呢 被大批远警追上来 他下的不知说错 至于为什么是突然有意识贪念 偷走这个同事的车 警方后续将会带回来 做笔录来厘清 主播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